学校组织学生学雷锋做好事 女孩特意画了经典妆容去敬老院献爱心 没想到大爷神秘兮兮让他关上门 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本泛黄的书让女孩读给他听 可刚上初中的女孩根本看不懂书中的文言文 虽然满腹狐疑 但还是按照大爷的意思照本宣科的读了出来 听着书中的虎狼之词 大爷那叫一个春光满面喜笑颜开 听到精彩之处 情不自禁往屈镜头上作了一口 屈镜被吓坏了感觉被冒犯想要离开 没想到大爷早有准备 只要他保守这个秘密 就给他写一个大大的好评 屈镜想着自己本就是来敬老院献爱心的 也就没有深究 但是事后还是忍不住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朋友张雪 张雪虽然和他同伴 但是留过好多疾 比屈镜大了四五岁 自然也就比屈镜更成熟 当听到这个事后 不由地想起不久之前的那起强奸杀人案 张雪觉得大爷有很大的嫌疑 就在前不久 在郊区芦苇荡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相妻惨浑身不满伤痕 大腿上还有一道十字伤口 很明显生前还被侵犯过 此事在镇上闹得沸沸扬扬 一时搞得人心惶惶 大人们对孩子们严加看管 女孩子更是不敢晚上独自出门 当时屈镜就在现场 只是年纪上小的 她根本不理解强奸是什么意思 还是通过字典才能稍微理解半分 想到这 屈镜赶紧来到警察局 想找当法医的父亲老去报告情况 可刚进警局就发现凶手已经被抓住了 男人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偷看女厕所 就被当成强奸杀人案的嫌疑人抓了起来 一番审讯男人就全都招了 可老区还是觉得疑点重重 当问起男人作案工具时 男人支支吾吾根本答不出来 再看看男人身上的伤痕 老区知道他肯定是被老张去打成招的 老张是张雪的父亲 平时办事雷厉风行 办案效率其高但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老张认为老区是故意和他作对 两人谁都不让谁 差点就打了起来 可老区只是个法医人为言轻 最后只能信心离开 可事实证明老区是对的 不久之后 第二起命案发生 抛尸地点依旧是郊区的卢伟荡 作案手法和上一起一模一样 很明显就是同一人所为 而之前那个偷看女厕所的男人就是被冤枉的 最终只好把男人偷偷放掉 俗话说的好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张的女儿张雪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 因为比同届的学生们都要大上好几岁 身体发育和思想也比较成熟 时常穿着时髦的裙子和牛仔裤来上课 上课经常打瞌睡 陶雪也是家常便饭 这样一个与学校格格不入的人物 自然就成了同学们议论的焦点 甚至有留言称 张雪怀过孕打过胎 尽管张雪极力解释自己肚子上的伤疤是个蓝尾留下的 但类似的留言一直没有停歇过 在大家眼里张雪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坏女孩 但在混混赵飞眼中 张雪却是美若天仙的女神 只要她被欺负 男朋友赵飞就会找上门来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誓主权 把欺负她的人教训一顿 然而张雪只是把她当作保护伞 赵飞却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甚至在防空洞内许下海誓山盟 张雪和赵飞 永结同心 久而久之学校没有同学愿意接近她 就连老张都不想认她这个女儿 她只好和奶奶住在一起 只有屈静和她是好朋友 父亲老屈不止一次地告诫女儿 让她远离张雪 生怕女儿跟着她学坏了 可青春是颗叛逆的种子 越是限制她 她就越是狂野生长 看着日渐发育的张雪 正值青春期的屈静很是羡慕 她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对男女生之间的事也非常好奇 这天 屈静来到一家成人内衣店 青春期的女孩犹犹豫豫走进一家成人内衣店 想要买一件成人内衣 可老板娘上下打量一番后 从柜台里取出一件背心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女孩感觉被冒犯 转身就离开了 屈静很羡慕好朋友张雪 在这个青春飞扬的年纪 被父母严格管教 不允许她和其他男同学来往 因为她的哥哥十分优秀 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而屈静却笨手笨脚一副不省心的样子 和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父母时常拿她和哥哥比较 加上最近镇上发生了害人的强奸杀人案 父母对她更是严加看管 这天 张雪烫了一头卷发 趁得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尽管这是学校明令禁止的发型 但这依旧让屈静心动不已 张雪似乎看懂了她的心思 在张雪的怂恿下 她也要求理发师给自己烫一个 只是这效果属实有点差强人意 屈静看着这鸟窝式的发型 一把夺过理发师的剪刀 把刘海统统剪掉 这件事让她怀恨在心 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张雪 这天机会来了 在上语文课时 屈静叫醒一旁睡觉的张雪 骗她说老师叫她上去版书 浑浑噩噩的张雪信以为真 这一下可把语文老师整猛了 诶 张雪 你想干什么 你不让我写版书吗 不出意外的张雪被安排到教室后面罚站 她这才明白是屈静搞的鬼 拿着扫把故意打扰屈静上课 动静太大又被语文老师发现 忍无可忍的语文老师训斥了张雪两句 没想到张雪也是个暴脾气 背着书包就走了 这让屈静更加得意了 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 从这以后张雪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 毕竟是好朋友 屈静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来到张雪奶奶家里想到的钱 可张雪却并不在家 此时的屈静也没有多想 以为张雪肯定是和混混男友赵飞混在一起 可赵飞也一直在寻找张雪 这让屈静心中感到一丝不妙 联想起最近的连环杀人案 她不禁头皮发麻 各种不好的预想在她脑子里萌生 但随着一封情书的出现 她渐渐把这事淡忘了 写信的是同年级的韩剑 屈静平时喜欢在无人的郊外唱歌 直到这天在这遇到了韩剑 还发现了一个录音机 里面记录着她唱的每一首歌 从这以后 韩剑总是找各种机会接近她 在一场雨后 两人第一次说话 两颗悸动的心越靠越近 在多次交往之后 两人确定了关系 韩剑邀请屈静去家里唱歌 谁知不巧碰到朋友来找她 一群男孩子聚在一起看蝶片 不明所以的屈静则在旁边的房间看书 结果影片刚开始 警察就找上门来 关了店闸把他们逮个现行 一群少男少女被带回了警局 一无所知的屈静也跟着遭了殃 在警局工作的父亲老屈羞愧不已 老脸都不知往哪挂 回到家后 迎接屈静的将是怎样的狂风暴力 青春期的女孩和一群男孩聚在一起看蝶片 结果被警察逮个正招 尽管女孩解释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父亲还是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教训 面对父亲劈头盖脸的责骂 屈静第一次顶嘴 他多羡慕好朋友张雪 能在这个年纪有一段正大光明的爱恋 可自从上次离开学校之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张雪 不久之后 恶好传来 第三起间杀案发生 尸体出现在废弃的防空洞里 由于时间久远 尸体早已腐烂的不成人形 还被老鼠啃食了 根本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 由于当时技术限制 还无法提取DNA分析取证 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 可张雪的父亲老张 却已经默认这就是女儿的尸体 因为最近只有张雪失踪了 作为张雪的好朋友 屈静被传唤到警局接受调查 屈静将实情151事告诉警察 他还在校外交了一个混混男友赵飞 赵飞对他死心塌地 还在防空洞里写下了誓言 但张雪却并不是那么喜欢赵飞 只是把他当作保护伞 很快 赵飞便被当作嫌疑人抓了起来 对比尸体上提取的血液和赵飞的血型 两者都是O型血 加上防空洞墙上的字样 赵飞的嫌疑也进一步加重 老张看到杀害女儿的嫌疑人愤怒不已 可老区却认为这个案子依旧疑点重重 虽然赵飞的嫌疑很大 但是现有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他就是真凶 而且张雪失踪前世卷发 可尸体的头发却是黑长直 随后 老区又走访了镇上所有的理发店 打听最近是否有女孩来店里拉制头发 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这样一来 死者很大几率就不是张雪 可行事鲁莽的老张却认为老区是在故意为赵飞洗脱罪名 被仇恨蒙蔽的老张将拳头挥向老区 可局长的一番话瞬间让他冷静下来 你闺女失踪了这么多天 你不去照顾 女儿还在时不知道关心 现在女儿失踪了 再多的关怀又有什么用呢 最终 赵飞还是顶不住压力被迫招供了 他被带到防空洞内指认现场 指着曾经的海市山盟 扛下了这不该属于他的罪行 赵飞的母亲不肯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是杀人凶手 虽然儿子平时无所事事 但从没做过什么大恶之事 看着赵飞被带走 围观的群众们没有丝毫同情 甚至还有各种无情的嘲讽 风波过后 阵子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屈静还被评为学雷锋活动文明凋兵 但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张雪的失踪一直压在他的心头 他时常会梦到张雪身处昏暗的防空洞里 周围围满了各种奇怪的男人 张雪浑身是斜面无表情 不久之后 屈静收到了一张来自海南的明信片 上面的字迹很熟悉 就是张雪的 明信片的背面是海南的风光 原来张雪根本就没有死 屈静记起曾经张雪说过 他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海南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赵飞在两个月之后无罪释放 片中的连环杀人案原型是 1991年中原飞机场命案 真凶在案发后 24年的2015年被抓捕归案 电影到最后也没有说明凶手到底是谁 有人说这是一部披着凶杀案外衣的青春片 正如电影的名字一样 黑处有什么 对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 周围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是黑处 连环凶杀案和青春懵懂的爱恋 都是不可知的黑案 电影将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 更多表现的是少女爱的萌芽 而凶杀案则是暗示着青春期少女所处的大环境 起到一个串联的作用 所以最后凶杀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也就不那么重要 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